听介绍人说你三十五了 对 其实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 就是年龄也不大实现 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对不起 李姐 妈我就不耽误了 那我先回去了 老牛还想吃嫩草 脸皮可真够厚的 现在的女孩子 可不傻 叔 你明天有空吗 叔 怎么了 我们去约会吧 我和燕叔是相亲认识的 其实一开始 他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叔 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什么 梦见我三天三夜没吃饭 饿得不够 十分钟后下楼带你吃饭 好 他会带我去吃很多好吃的 继续 这一切 也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什么叫不要跟小孩子计较 他都已经十一岁了 就是你们关快的 怎么了 我姐的小孩 把我桌上的化妆品全糟蹋了 气死我了 支付宝到占一万元 现在好点了吗 突然间行轻气少 好舒服啊 你喜欢这里 喜欢是喜欢 就是离市区太远了 偶尔来度假倒是不错 那以后每年秋天 我们都来这里 嗯 我说过我有男朋友 我不相亲 他比你大那么多 谁知道是不是离个婚的 你别傻傻地被人骗了啊 妈妈都是为你好 婚姻大事 一定要慎重 可是 因为家里人的强烈反对 最后我们 还是分开了 小卢是你爸领导的儿子 跟你主研 工作稳定 你们先接触一下 刚刚看的电影片是团购的 六八 你找我上次 好的 你在干嘛呢 在家吗 等你上了 去房门吗 没有 那你妈妈可以去吃房门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到此为止吧 我一个人来到我和叶树 曾经约定的地方 拍了张照片 发朋友圈 嗯 还记得这里吗 想了想 觉得不妥 正准备删掉时 看到了他发的朋友圈 记得 汪 至于 不妥 因为 누许 广播 广播 га